最近台湾各地民众都是照着顺书 回到六宿来接津局标 你在台南市桂林区公所 也在北岸白前说比较高的大湾卫星室 来为专门来注册 他会过立立办公室的配合夹座 顺利和平庄专门 或是不方便照项的专门 也能就近来完成注册 因应他庙的注册在台南桂林区来 公所特别在大湾你的卫星室 增加了注册的地点 和平庄也说行动不方便的专门 可以就近来完成疫苗的注册 帮助提高民众注册的医院 那因为我们知道 龟人在大潭里也好 武东里也好 距离市区都距离比较远 所以我们也结合卫生所 特别选在我们的卫生室 也来特别针对大潭里跟武东里的部分 来办理注册这个部分 来服务就近服务长者 那后续如果还没有排到的 不用紧张 下一波的疫苗很快又下来 那也期待所有的乡亲 我们依旧能够服从 依照我们中央指挥中心的指示 那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你要来大潭住室 不只是要有区公所跟在地医生室 搭来配合 当地理中跟理当师 都应该做另外的合作跟联络安排 其实是一个不能缺化的部分 大家这会合作再当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特别是理干事的部分 来服务个里的长者 来服务相关的人员 那另外呢 我也特别感谢卫生所 特地呢 以行动医疗院所的方式 来移动到我们偏乡的这里的大潭卫生室 来注射啦 服务长者 那另外我也特别感谢我们 归人分局 来协助维持交通 特别是我在这里 在地的我们的大潭里长 还有武东里长 从一开始的场地布置 到整个开始注射的服务 可以说全程都参与 合过一倍 跟一倍的医疗分配到地方 可以这么正的民众 跟理会也渐渐在办法 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配合 以别的注射过程 可以竟加顺利 帮助度过一旦期间 早期来威慕正常的生活 接着就这么几人哭才逢不得